女屋主撞到物品 頭也不回上樓 不然就是進到屋內 嘴裡念念有詞 讓房客快受不了 另外他也指控女屋主亂碰東西 或是對著店內亂拍 甚至刻意用自家車擋在門口 讓她快要崩潰 女房客說她兩年前 租了高雄這間店面 販售無毒商品 原本跟樓上屋主相安無事 但自從跟鄰居有良好互動 屋主就態度轉變 甚至不滿他們白天播放宗教音樂 到了晚上開始反擊 這一放卻吵到鄰居還被檢舉 女屋主最後被依違反社違法 開罰一千元 但屋主也有話要說 甚至把店面當成住家 也讓他們不開心 雖然屋主表示願意賠償租金 有特約去禁止不得作為居住使用 加上房客暫時沒有能力搬遷 因此除非其中一方任不妥協 否則雙方處境只能暫時 相盡如賓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